大家好 我是Tim哥 我們今天要拍什麼你知道嗎 還是很多人不知道怎麼選鏡頭貼 也回答一些大家常問的問題 沒錯 這個問題太重要了 好 你說 有網友在問 買鏡頭貼是不是是一個很無用的行為 很浪費錢被當盤納的行為 哇 這樣好直接 不過第一個啦 你貼鏡頭貼你也不用想說 鏡頭貼可以讓你畫質變更好 這的確是沒有 鏡頭貼本來就是讓你避免鏡頭受損的一個保護 你偶爾可以接受你不貼鏡頭貼的話 那你保護貼其實也不用貼 我不反對 因為這東西本來就是一個買保險的概念 沒錯 因為摔到地上就是一個費用 你舉一個例子 它這藍寶石是玻璃的 那為什麼還要再裝個保護鏡上去保護它 沒錯 第一個 藍寶石是耐刮 而且它不是百分之百不會刮傷 摘到 靠到 還是有可能會破 因為我助理就是很天才 他就去做運動 然後他就把他騎步bike 他放在ubike的菜籃裡面 菜籃的 然後他想說菜籃不就是塑膠材質軟軟的 結果裡面有幾個那個錠丁 螺絲丁 他會敲破一顆 好說重點為什麼要鏡頭貼 蘋果如果原廠要修的話 他沒有算一顆 他整片幫你換掉 所以是一萬兩千九 不考慮民間維修的保固問題 防水問題的話 那我倒覺得那你可能可以不貼 好像也沒有太大關係 但是你就是一萬兩千九原廠維修費用 好 問題二 因為坊間有很多各式各樣賣不同的鏡頭貼 算法也很奇怪 助理去買鏡頭貼 那店家就問他說 一顆幾百塊 那你有三顆鏡頭就買三顆 那我想問一下你們今天介紹的鏡頭貼 裡面是只有一顆嗎 不會 笑你我覺得他很有勇敢 梁靜如給的勇氣 因為我們今天就是會介紹iMOS 因為我自己都用iMOS 如果是iMOS的話 你是iPhone14或14 Plus的話 他裡面就是兩顆 那如果你是Pro跟Pro Max的話 裡面就是三顆 而且他這次比較好辨識的是Pro系列 為什麼 因為他的圖就是三顆的圖 那裡面代表三顆 但是他的14跟14 Plus 他是圖是只有一個 所以你會讓你誤為說 就是一格而已 沒有 他裡面就是兩個 他是整套 這樣有回答你嗎 有的 我幫廣大的鄉民問 我們要繞回我們的主題了 到底鏡頭貼要怎麼選 我先講一件事情 因為iMOS的老闆有跟我講說 不要跟別人比較 可是我們頻道比較喜歡比較一下 所以我們就去買了 就是一顆一百的那個 我先跟大家說個最簡單舉例 就是好壞 大概會不會差到畫質這件事情 我自己的相機鏡頭 像是我們新的鏡頭 一顆五萬多 我還是有裝保護鏡 保護鏡的話 主要還是為了避免鏡頭損傷的問題 最好的保護鏡 保護這鏡 主要的鏡頭的體驗就是 不要影響到原來畫質 做焦材質的還是會影響 所以也要特別注意這一塊 我跟你講我們還是先來開一下iMOS 這次包裝裡面的內容物好了 包裝變漂亮 辨識度高 但是它這次裡面還有送一些別的東西 這個是保護貼一個粉體 就是它會有不同顏色 然後再來是 剛剛我們也說了嘛 它的Pro機型就三顆 然後一般機型是兩顆 再來就是這個底座 相機鏡頭的底座 它這次它也會有附這個底座 這件比較特別是它增加了 我記得去年沒有 它除了亮面之外 它今年還增加霧面版本 阿蕙琦已經貼好了你是亮面還是霧面 我其實有貼一隻霧面跟亮面 但是我今天沒有帶霧面的出來 okok 所以你現在這隻是貼 兩隻都亮面 兩隻都亮面的 其實蘋果設計其實頗多是亮面 那如果是一般版是霧面 那當然是看自己喜好 我自己會比較喜歡霧面的 那它裡面是兩種都有附 然後再來是這次有一個蠻收好評 而且我大家都在問 有沒有單獨賣 我真的覺得超好笑 這個我也覺得很棒 就是叫做充電X的保護貼 而且它附不止一個 真的蠻不錯的 就是我這個 我的有裝啊 我的有貼 就是它底部這個地方 因為其實大家難免 充電線傳錄線 你常常不小心沒有一隻插到位 沒錯 那你常常底部就戳啊戳啊戳啊 其實底部要出現光很蠻常見的 那它就是簡單講 就是在你底部這個 插孔地方有一個保護貼 以前你要包膜的 才能保護的地方 現在就是用這個小小的保護貼 就可以保護 這些都是送的 對這是送的 而且它這次其實鏡頭 藍寶石 純度99.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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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全部都是 但它說它有IP68 這要說 因為我知道網友會說 鏡頭貼要IP68幹嘛 沒錯 其實主要是簡單講 就是它膠用的比較好 因為它不會因為你今天 因為有進水 有碰到水的關係 它膠就分離 膠用比較好 而且它這次 其實它的鏡頭貼 它是有去申請多國專利的 你可以看到 我把專利 K在我們所有臉上 這個專利的設計 是他們家獨有的 這部分特別要講 顏色的外型 真的超好看 它這次的顏色 有特殊色 但是它這次的紫色鏡頭貼 其實跟深紫色的iPhone 14 Pro系列 非常的搭 對不對 我覺得這是應該有 他們這個新色 是我看過最好看的 這兩隻是我自己的 我已經貼好鏡頭貼 我一定要拿我舊的 這是我舊的 我也是貼iPhone 14 Pro系列 我是金色 它這個金色其實搭起來 是另外一款 這是鋁的吧 因為它其實有不鏽鋼跟鋁框的 對 但是他們家的鏡頭貼的搭配 非常好看 不鏽鋼上面說 包括有抗瓜的塗層在表面 沒錯 這是本身 他們在定位上面 不鏽鋼會高一些 你仔細看它的玻璃 跟它的邊框 有一個階層 有一個階層 層次 在這裡有一個階層 那我們來比一下 我那個助理在夜市買的 一顆一百塊 那仔細看 其實它這就是比較大部分公版 就是你可能淘寶就在賣的 應該是玻璃材質的 再來就是外觀部分 它是 這是燒太色 這也是蠻常見的 這裡 但是它是平面的 你可以仔細看的話 它其實跟iMOS有立體的形狀比 它是有差 就外型上的差異 外型上的差異 真的 我還是會覺得iMOS的外型 是比較精緻一點 看好壞 其實就是看包含像說 不同角度 光線會不會造成更多 還有超廣角會不會變形 對 更多炫光的狀況 對 或者是有遮擋住 因為有時候你鏡頭貼 沒有做好的話 你超廣角拍下去 怎麼旁邊有黑邊 那就是有遮擋 對 其實因為它也是包含了 它也是用藍寶石 藍寶石的材質 第一個是 就是也是一樣跟原廠一樣耐刮 那再來是 相對比較薄 然後透光率高 所以你不要不用擔心 就是會 額外還造成畫質的下降 或是說更融 更不好的炫光 那種狀況就沒有發生 完全都沒有 好 那因為 一般的玻璃的硬度 墨式硬度它是6.5 那人造藍寶石是9.5 其實玻璃6.5 如果是一般日常生活中的灰塵 大概是7到8的硬度的話 它其實還是會被灰塵刮傷 現在可以拿就是 就是硬度測試的筆 就可以直接測試 那如果是像藍寶石玻璃的話 你可以注意看它其實是不容易 不會被刮傷的 我這樣用力刮 它其實是不會刮傷 那如果是玻璃的話 那它其實是會被 你看我輕輕刮就刮傷了 甚至我稍微用力點 它這邊已經破了 你看它這邊已經破了 這主要就是 你如果用藍寶石好一點的話 你比較不容易說 被生活中的灰塵刮傷這樣子 這次呢 也是iMOS也出了 超級多種顏色 你可以自己選 你看 喜好顏色 還有最堂屆就是 你記憶什麼顏色 選對應的顏色 沒錯 如果你是黑的 你就選擇對應是黑色 我之前還裝三個不一樣顏色 騷包 有相關的更細節的資訊 你可以到iMOS的網站 Tim哥嚴選也有賣 最後宣傳你的頻道 三大電話會請來多按訂閱啦 最近這影片隨時都會有 OK 它今年的目標剩下幾個月 它要5萬訂閱 因為我們已經70萬了 這麼快 訂閱你 OK OK